他說1-4的部分將圖表移到7月份的這個地方 並且套用什麼? 他說要放在哪個位置? B7-P33 樣式的話,樣式8 所以我們分別把這個把它剪下 然後放在7月份的B7貼上 所以先放在B7 然後再到P,其實就是把它填滿就對了 到P33 所以把它拉大,大概這麼大 反正就把它填滿整個就OK了 接下來的話,再套用什麼? 它的樣式 所以上方會有個圖表的設計 找到第八個 所以2-4-6-8應該是這個 把它點一下,樣式8按一下 這樣就OK了,樣式8就有了 接下來的話,我們完成這個 第二支A,然後再二支B 二支B的話,就是將圖表的標題 與座標軸的格式做設定 第一個的話,B1 它的上方就是B1 跟B1的隨著異動 所以上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名稱 這個的名稱要跟這個名稱是同步的 所以如果要跟它同步的話 很簡單 第一個,請你先選取圖表標題 記得,游標是放在框框上面 第二個,請你把游標再點資料編輯列 加個等號 等號的意思是它的來源 來源在哪裡呢? 來源在這個 這個我記得應該是B1這個位置 所以把它點一下B1 但是如果你打勾的話,可能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是一個格子 可是你這邊是給它一個什麼? B1到O3 冒號到O3的話是一個範圍 所以你打勾它會出現什麼? 錯誤啦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格子 可是你卻給它很多資料 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請你把冒號到O3的這個 Delete掉 這樣就可以了 記得是7月份工作表 驚嘆號前面是工作表 後面是B1 打勾就可以了 兩邊就同步了 所以只要上面改下面也跟著改 OK 所以這個應該記得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個就OK了 B1 B1 B2的話就是垂直的數值軸 他說最小值為52 所謂的垂直軸怎麼設定? 這邊是62 他說 應該是52 52 然後最小52 最大 他好像沒講 我看 最小52 預設已經52了 不過好像按右鍵 記得如果你要調整坐標軸的格式的話 請你直接在這個坐標軸按右鍵 然後坐標軸格式 請看到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坐標軸的格式 最小已經52 不過他是52.0 乾脆你自己重打 52 Enter 他還是一樣 不過至少他可能就是要考你有沒有更動這裡面的數 雖然原來也是52 不過你還是把它打一下 這樣表示你是有做這個動作 OK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使用體重追蹤表 然後插入這個組合圖 所以再來的話呢 應該就是 他要我們做那個 7 7 7月份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使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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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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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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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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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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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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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直接點這邊有個箭頭 或者是點建議圖 然後再切到所有圖也可以 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你先選區域圖 然後再來把這個地方改成折線圖 或者乾脆你直接找到組合圖也可以 組合圖的話 先把體重的部分先改成區域圖 然後目標體重的部分就是折線圖 因為折線圖有分很多種 我們前一個月是含有支 這條沒有含有支 所以這個不要選這個 記得選折線圖就好了 那至於需要負坐標軸 指的是這邊需要有個軸 如果需要的話就打勾 這邊就有個軸 OK 那這個地方沒有了 所以就不需要 你不要這個不要打勾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就產生它需要的圖 那一樣的方式把它剪下來 所以右鍵剪下 然後貼到8月份的 8月份部分的話就貼到一樣 這個B7到 反正它這個範圍 就是你把它全部填滿就OK了 把這個範圍 根據題目要求 這把它縮小一下 因為如果太大的話 你可以把它縮小 把它放到最大 把它拉大一下 反正就是這個範圍之內 OK 這邊再把它縮小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大 好 那就完成這個圖表的移動位 移動的方式 它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把這個圖表移過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的話就是設定什麼呢 第四支A已經移過來了 四支B的話呢 就是設定框線部分 接下來的話 針對體重區域圖的部分 資料做格式設定 然後設定框線 綠色 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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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前50的實線線條 然後呢 線條的寬度是4.5pt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要找到哪一個 找到這個 其實就是 在這個折線圖上面 畫一個框線 所以呢 點一下這個 先點一下這個圖之後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右邊 如果右邊沒出現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點一下它的邊緣 然後按右鍵之後 這邊有個叫資料數列格式 它會跳出右邊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假設你要去設定它的相關的顏色的話 你可以找到油漆桶 反正就包含那個線條跟填滿 那其中的話它要針對的是框線 所以你就找到框線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呢 就給它顏色 顏色它好像是要什麼 綠色輻射一較升50 就這一個 OK 就綠色的最下面這一個 然後呢 它的寬度的話呢 是4.5pt 所以你就輸入4.5 OK Enter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有一個框線出現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完成這個四支 C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設定它的標題 標題好像跟上面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就是指定B1 跟7月一樣 然後呢 就是微軟正黑體出體20 OK 所以一樣的方式 我們先點選這個 然後上面打一個等號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B1這個 然後把冒號O3 Delete掉 Enter就可以了 那8月份呢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字的大小放到20 然後微軟正黑體 微軟正黑體的話 微軟正黑體的話 微軟正黑體這邊 不過不要選上面這個 如果是正到考試 因為它這個是針對標題 請你要選下面的 如果你選上面的話 雖然也是微軟正黑體 但是最後不會給分數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微軟正黑體要不要 在這裡 這個才對喔 後面沒有標題 然後紅色吧 跟這裡應該沒有紅 出體字 OK 應該就OK了吧 就是 微軟正黑體 出體 然後20 那如果是正到考試 它會給你這個紙本 反正你做完就打勾 打勾 那有做 那記得喔 裡面沒有了 像我剛剛插一點點紅色 如果紅色沒有在這裡面 因為你做了 反而沒有分數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 就是設定它的水平軸 水平軸的話 就AX軟 就是下面的這個 這個叫水平軸 然後把它的格式改為 D D應該就對啦 就是日期 AX軟的話 就星期幾吧 然後呢 使水平軸出現 像哪一天的週幾 而且要垂直方向 然後要刻度上 並且做這個設定 那這個設定怎麼做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日期好像太多了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 只要留下天 因為已經知道八月份了吧 所以其實二零一三八月就不要 那怎麼設定 按右鍵 我的習慣 反正你只要找不到 設定的地方 我一律就按右鍵 點它按右鍵 有一個什麼呢 坐標軸格式 反正最後一定有什麼格式 它會跳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格式的話 往下捲動 應該可以看到 一個叫數值的設定 數值裡面的話呢 其實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底下的話呢 應該有一個可以設定的格式 你可以猜得出來 它的設定是YYY Y應該可以猜 Y應該是什麼 Y應該是年 M的話就是月 DD的話呢 所以年月日 年時間的部份 只要不是月能 年時間的月 年跟月 不要 那很簡單嘛 oney日的部分 替代碼 旴L 既然וק空升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年跟月就不見了 剩下的就是日的部分 應該符合他要的,看一下 他要的顯示,滴滴也沒有,對沒錯 然後哪一天跟週期 另外的話,他要垂直 目前斜斜,斜45度 他不要斜的,他要垂直的 所以垂直的部分,我看一下垂直應該哪邊設定 垂直,如果你這邊找不到沒有垂直 你看一下隔壁,我記得好像這個叫做大小基礎性 按隔壁這個,就會有一個叫文字方向 你把它改成什麼?垂直比較好 垂直有沒有,對,垂直了 這就變走直了,OK 再來的話,他說坐標軸位置要在刻度上 並且把它的字形改成正黑體跟九號字 有沒有看到? 刻度上剛剛好像有瞄到,有沒有看到? 底下這邊好像有一個什麼? 坐標軸位置 有沒有看到? 它本來是刻度與刻度之間 把它改成什麼? 刻度上 刻度上意思是說,剛剛好在這個刻度上 就是它的日期 再來什麼呢? 這個部分的話,設定它的微軟正黑體 所以剛剛一樣,記得選擇往下捲動 微軟正黑體,九號 九號本來就九號字 所以這樣應該OK了 看一下 沒錯,OK 請各位試一下 底下還有F跟G,大概就完成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有漏掉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4C 目標體重的這條線 它要成色 然後要4.5PT 所以其實蠻OK 蠻簡單的 哪一條? 就這一條 這一條 點一下 然後線條的話呢 你就可以找到一樣是填滿 填滿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找到是針對什麼? 針對是什麼? 線條的部分 然後它要做什麼呢? 什麼顏色 所以找到顏色是橙色 然後它的寬度的話是4.5PT 所以把2.25PT改成4.5PT 這樣就OK了 這兩個 把填滿的顏色改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還有哪一個地方? 垂直軸 垂直軸應該知道了 就是Y軸的部分 最小值是48PT 然後一樣是微軟正黑體12PT 所以這個兩個把它完成 這個按滑鼠右鍵 然後一樣是坐標準格式 你可以看到最小值 它是44PT改成48PT Enter 這樣的話 看一下最小值是48PT 再來的話就是針對什麼? 針對它的字型把它改成微軟正黑體 把它拉到底下 微軟正黑體 然後12號次 這邊找一下12號次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 會圖區的格式 它說要把背景 其實會圖區就是背景 設定成這個 漸層填滿 叫什麼? 輕度漸層輻射3 OK 所以我們找一下 會圖區在哪裡? 會圖區應該裡面就是白色這一塊 這個叫圖表區 然後填滿的話就是油漆筒 填滿的 不是線 它有兩個 一個是填滿整個色彩 一個是框 我們是填滿整個色彩 然後要找到漸層填滿 然後要預設漸層裡面的哪一個? 預設漸層裡面的 輕度漸層輻射3 所以找一下輕度漸層輻射3 應該是第三個 輕度漸層 輻射3應該是第三個 對,1、2、3 輕度漸層 這樣就有了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來就是 框線的設定 框線就是等於線條 深藍色加3pt 所以這不是填滿 應該是框線 然後先找到深藍色 深藍色應該是這一個吧 深藍 然後3pt的話呢 就是找到寬度 寬度是3pt 這樣的話呢 外面就有框線 基本上這樣就完成了 應該差不多了 其他都OK 那一樣啦 我有把一些畫面的截圖 其實都有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像剛剛這個地方也有 按個新增 然後垂直這邊也有 基本上這邊也有一個拍照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 302這一題完成 302完成之後的話 因為今天時間 可能沒辦法講太多 所以第三類的話 我們直接跳306 304 稍微小複雜一點 我們待會來看306